商阳回国路上遇见公子昂 公子昂眼见商阳走投无路 给他指了条名路 只要商阳隐姓埋名 做他的门客 终身为他出谋划策 他会想尽办法保住商阳 让他平安终老 齐而团聚 商阳笑了 笑得肆无忌惮 公子昂志得意满 你死到临头了 还敢饶舌 但商阳却不卑不抗 不劳您费心了 说吧 商阳调转码头 向商阳赶去 很快商阳来到了客栈 他敲响了客栈的大门 但老板却要和他要照身帖 商阳苦苦哀求 这也太严了 我只住一晚 天亮就走 但老板还是不依不饶 我大秦国路不失忆 也不庇护 凭什么 凭的是严格的法治 让坏人无处躲藏 不严格将国务凝日 无奈之下 商阳只能暴露身份 我是商君 所以我没有照身帖 说吧 老板关了门 商阳是真没想到 秦国根基竟然升到了这种地步 他自己制定的法律 如今却成了限制他的枷锁 真乃做法自毙 很快商阳赶到了庭卫府 一群人高呼着商君道 迎接商阳 商阳一步步走向了自己的归宿 老庭卫出门跪倒在地 虔诚扣拜 商阳执意要将自己扣押 他不顾一切 就要进入庭卫府 一旁的士兵高声呼喊 跪倒在地 让他不要进去 商阳缓缓撞过头 帮士兵拿起长哥 将长哥递给了士兵 随后仍是执意进入庭卫府 再次被士兵拦住 看着他们 商阳赶出量身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总还是有人挂念着他的 消息很快传到了迎四耳中 年前态度坚决 商阳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 必须谨慎处置 但迎四却还是有些犹豫 他感觉到商阳另有所图 回到公众 迎四颁布旨意 第一点 立刻将商阳秘密移送国御关押 严禁滥用私刑 第二点 对任何为商阳呼冤的臣民 置之不理 无论做出什么都不许问罪 第三点 公松谷被杀 是因为他逃脱刑法 被就地正法 而另一边 迎玉找到了迎前 商阳的老婆迎玉怒法冲冠 他剑制迎前 只问他为何派兵捉拿商阳 有人举发商阳 错法豁民 谋逆作乱 迎玉气不大一处来 你们简直是胡说八道呀 商阳如果真是这样 还能有你们这帮人的火路吗 商阳不要大军 不要封衣 还要隐退 有这么造反的人吗 迎前告诉迎玉 你应该知道有这么一句老话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谁让他那么有才呢 迎前一声冷哼不作应对 迎玉还在泄似底里的吼叫着 他太想要一个答案了 迎前并没有正面回答 他告诉迎玉 我的这张脸就是你要的答案 迎玉一把推开迎前 扬长而去 专偷他就来到了咸阳宫 市委们立刻严阵以待 迎玉却拔出守将宝剑 一步一步向前走 士兵便一步一步后退 但却丝毫不让 不料迎玉急火攻心 一扣鲜血喷洒而出 随后晕倒在了地上 因此下令精神行事 这让他们坐立难安 万一商阳缓过来 那老师族将血流成河 甘龙制止住了众人 他让大家不要慌 他有办法让商阳永世不得翻身 第一点 商阳私具民众抗法 善杀士家功臣子弟近千人 咱们把这事也向廷尉府举报 呼吁尽早结案 众人立刻响应 第二点 将商与郡化成徒刑 做成商阳谋反的罪证 在商与郡寻找士家贵族 一并向廷尉府告发 第三点 向六国施压 让他们逼着银四当机立断 请杀商阳一谢天下 这三条简直是杀人诛心 大又将商阳斩草除根之意 但说到根上 这些事还得银四拿主意 银四看着自己的公伯 告诉他事有可为 有不可为 银前置地有生 心坚就渴 心动就不渴 银四这下不懂了 这是几个意思 银前告诉银四 他们越是想做投养 越是将来的替罪养 银四还是不懂 很快 银四就召开了第一次大潮 他将所有的释迦贵族 全部叫了过来 六国特使一一拜见银四 他们这次来墓地很明确 六国使臣来势汹汹 但银四也绝不是软狮子 如果我不答应 又当如何 六国使臣很是激动 你不杀商阳 就是于天下为敌 我们必将联合 一举灭了秦国 关键时刻 杜志出来火上浇油 六国特使的话 另当别论 但商阳的罪 却不可不论 接着 不知开始细数商阳的罪责 商阳仗着商鱼郡私兵 公然在商鱼城下 诛杀士族子弟 近千人 甚至射死了大将军此案 简直是无法无天 刹那间 超汤之上群情激愤 他们是要灭了商阳 见银四犹豫 老干龙立刻哭着 说出了商阳的十条罪证 应声声给商阳凑出来了个十恶不赦 十条讲完 鸦雀无声 老干龙带领所有人开始逼迫 一定要杀了商阳 名死喝止众人 并未当场决定 金坚立刻去了商阳府上 公主三天不吃不喝 将自己关在房中 金坚撞开房门 发现公主一夜白头 奄奄一息 他们立刻把商阳带了回去 那么公主能否化险为夷 商阳又将何去何从 这个我们下回再说 关注飘摇 下集更加精彩